好,我们来看一下菱形前寄机 菱形前寄机指的是菱形机和前寄机带 通常显现内外侧或者左右侧的不平衡 这些都可以用手法来治疗 我们来先看一下这张解剖图 这就是我们的菱形机 这就是我们前寄机 它们共同附着于肩胛骨的脊柱炎的内侧面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个就是前寄机和菱形机 先以内外侧不平衡为例 常见的模式是菱形机的必所延长状态 也就是过度的被牵拉 离心性的复合 因为我们在前面讲菱形机功能解剖的时候 就跟大家说过 菱形机是前身最容易薄弱的一块肌肉 大多数人的菱形机都是薄弱的 特别是现代电子产品的一个推广 我们低头弯腰长期的动作 导致了一个圆肩的姿势 所以我们的菱形机长期被牵拉 叫做必所延长的一个状态 前寄机必所缩短 也就是向心性复合 牵拉着肩胛骨 远离脊柱炎 因为的话 如果说我们的菱形菱薄弱 我们的前寄机也薄弱的情况下 我们的肩胛骨的稳定将湿起它 掩有的位置 所以我们通过调节会出现前寄机短缩 也就是向心性复合的增加 牵拉肩胛骨眼离脊柱炎 紧贴在我们的肩胛胸壁关节 这种模式通常发生在健美的运动员 及有驼背倾向 也就是我们胸椎向前弯的身上 在这种病例中 治疗师应该是延长 也就是拉伸前寄机的同时 让患者收缩菱形机 说白了就是做前寄机的放松和拉伸 临行机我们做功能抗阻训练 功能抗阻训练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临行机和前寄机的 在解剖上的关系 这时候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说这个例子是 临行机被出现一个闭锁的延长 闭锁延长也就是他的过度的牵拉 前寄机出现闭锁的缩短状态 也就是紧张的状态 好很常见的就是这种病人 这种病人 驼背 驼背 然后肩胛骨的内侧颜和脊柱的中线 大于我们一个手掌 大于一个手掌 好我们来看一下 临行机的解剖 它分为小临行和大临行 小临行机 起颈7到胸1 它的指点在肩胛感的内侧颜 大临行机在胸2到胸5的极突 它的指点在肩胛骨下颜的肩胛骨的内侧颜 好我们刚才说了 临行机薄弱 我们要做临行机的抗主功能训练 怎么做呢 我们看一下这一个图 临行机的收缩 临行机的收缩 好我们看一下 前肌肌的解剖 前肌肌它的起点上八或者九根肋骨的外侧面 这个地方 指点在肩胛骨内侧颜的内面这边 好这就是我们前肌肌的外观 它的起点较为多 它的肌纤维的走向也较为多 好我们刚才说了 前肌肌紧张 我们要放松 放松可以通过牵拉或者手法的放松都可以 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例子 右侧自己前肌肌的牵拉 好患者 生长手臂以握住长凳的背面 且转动身体到对侧造成肩胛骨的后缩 这个姿势 好也可以用丁赵老师的这个姿势啊 这个姿势来牵拉我们的前肌肌 好其次我们刚才说了还可以做一些前肌肌的一个手法啊 比如说啊我们的用手指沿着肌纤维做深层的推 好另外我们说一下整个前肌肌的放松的一些手法 让患者坐在矮板矮床或者登上 双脚踏地且膝盖 胃宽部 胸部中断轻度的向前期 治疗师站在患者的背面 让你的胸部贴在他的背部啊 如果感觉到不妥可以利用枕头间隔 但此技术而言你必须紧贴患者的手背啊 他的后背起支撑作用以利于操作啊 也就是说难拟我们要注意 治疗师张开双手放在胸阔的外侧啊 也就是前肌肌的附着 在肩胛骨外延或偏外以及背阔肌的外侧颜 手指近端放松 手指方向以病人的肋骨平行 用手肘肩的宽度啊 则放在你自己舒适的一个位置上 将组织饶着胸腔向你的胸部和他的背部旋转 将患者背阔肌和肩胛骨向后方送线 不要将手指啊扣入肋骨肩 而需要围绕着肋骨带动整个肩关节结构 同时让患者夸张的挺胸吸气提升胸部 几次练习后可以牵伸啊 起前肌肌的筋膜 像我们看来说的调整 菱形肌的合适的张力 也就是说这个例子 我们要怎么去处理 做菱形肌的抗阻训练啊 放松我们的前肌肌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的一个前肌肌的一个治疗手法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 肌肌的肌膜处理技术 我们首先来看看前肌肌的解剖位置 前肌肌像一个手掌一样 分布在我们体侧的每一个肋骨上 第一第二三四五六 整个的体侧的肋骨上都有前肌肌的分支 前肌肌指在肩胛骨的内侧缘 肩胛骨的内侧缘 然后呢分布在每一根肋骨 所以我们要处理前肌肌的时候呢 有很多种选择 我们既可以处理前肌肌 附着在肋骨上的部分 我们也可以以肩胛骨为把手 因为所有的前肌肌都长在肩胛骨的内侧缘上 所以我们只要以肩胛骨为把手 将肩胛骨向远离前肩肌指点的位置 向远离它的方向去推理 那么我们就能以肩胛骨为把手 将所有的前肩肌 尤其是中下部位的前肩肌 将它整体的拉长 这很适合由于我们现代生活 久坐的工作造势所造成的前肩肌缩短的状态 所导致的肩胛骨头痛问题 所以接下来我们演示 使用肩胛骨作为把手 将前肩肌整体拉长的技术 好的 我们患者所需要摆出的姿势呢 首先呢将对侧的这个手获拳 然后呢将治疗侧的这个手放到拳上 自然放松于身体一侧 这就是准备姿势 我们治疗师呢 治疗的平面就是指节 就是指节 这个最大的指节 我们在治疗的时候 我们在治疗的时候 我们通过这个指节挂住肩胛骨的外侧缘 挂住肩胛骨的外侧缘 然后将肩胛骨向后向内推 向后向内推 所有的前距肌都只在内侧缘 所以我们向远离前距肌的方向去推理 远离前距肌的方向去推理 假设在这个位置 我们是向这个方向去推 这个方向去推 所以用指节挂住肩胛骨的外侧缘 向脊柱的方向去推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做一下演示 将患者的这个手臂抬起 找到肩胛骨的外侧缘 从肩胛骨外侧缘的前方 将我们的指节旋到肩胛骨的外侧缘 将肩胛骨固定住 这个时候让患者将这个手自然放松 这个时候我们整个的这四个指节 就挂住了肩胛骨的外侧缘 这个时候我们用我们的宽固定住患者的骨盆 这个手辅助它固定住脊柱 然后我们让患者吸气吸到我的手上 然后我沿着胸阔的轮廓的切线方向 朝这个方向用力 这个方向用力 就是推离肩胛骨 拉长前聚集 好吸气 每当呼气的时候 我们就让患者放松 然后我们就沿着切线的方向去用力 每次随着它呼气 进一步的向这个方向用力 吸气的时候就不允许它回来 保持在原来的位置上 对 非常好 如果你感觉到你手底下的这个 转转转的位置出现了滑动 你可以重新开始 好 再重新来一次 好 走 吸气 呼气 对 非常好 对 非常好 向这个方向 向这个方向 对 非常的好 好 我们来说一下几个例子 若两侧肩胛骨有左右侧不平衡的 比如说这一个左右侧不平衡的 则利用同侧的摆放 在保持患者和操作者相对稳定的前提下 仅仅对一侧施加压力 施力可以改变 啊 产生的改变啊 比如说这侧我们可以通过放松 第一的这一边 紧张的这一边 相反的模式不多 但也经常遇到过 一般发生在零行机 必所缩短和前期机 必所延长的情况下 啊 我们刚才说了 正常很多的情况 是我们零行机的必所延长 前期机的必所缩短 啊 但是很少数会出现啊 零行机的必所缩短 前期机的必所延长 这种啊 模式中 肩胛骨被推下 接近极图的一个高度啊 高位 通常伴有胸椎的扁平延伸 也就是很挺胸的这种情况 要调整此模式 让患者坐位啊 身体轻度的前期 啊 不要达到走关节 啊 够到细的程度 以暴露 出胸和肩胛骨 内侧炎的区域 治疗师站在患者的后面 利用你的指尖关节 或走关节 从中心线向肩胛骨实力 两侧介于眼离脊柱的方向延长 患者可以由两种方式来 帮囊啊 双脚支撑 用力抵抗啊 抗平抗痕你的施力啊 维持背部稳定 并使形成更大角度的颜背 也就弯曲啊 会更好 而为了有更多的零行剂的伸展 可让患者向前身臂交叉 像是给某人一个大大的一个拥抱 缓慢的拥抱一样 好 我们来说一下这种例子 我们可以啊 这种例子我们刚才说了 是零行机的臂所 好 说到这时候 我们可以做零行机的牵拉 刚才第一个例子 零行机的臂所延长 我们不适合做这个牵拉 其次啊 像我们刚才说的 一个前方拥抱的一个姿势 像一个啊 给的一个大大的拥抱的一个姿势 好 其次啊 零行机紧张 我们一样也可以通过手法来给它治疗 包括这个压式 按压伸张法啊 处理脊柱的啊 我们脊柱的边缘啊 也就是肩胛骨的脊柱颜 还有我们的这个按压和签帐法 要突出治疗的一侧 就紧对缩短侧 消加啊 下围加压交替的啊 交叉双手一手按压 几节胸椎的急突 另一手按压啊 脊柱边缘 两手分分开方向推 也就是把整个零行机给它拉长 诱发零行机和斜方机的生长 这种例子是很少见的 好 感谢大家聆听 我们共同协议